看来这事啊 就要拜托为老板了 没问题 款子什么时候要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等我们樱花全部到位 大规模的生产就要开始了 你们日本人啊 占了我们中国的东北不说 还要跑到我们上海来 挣我们中国人的钱 谁让你们出的利息高呢 凭你们的布料用不了多久 这上海恐怕就是你们的天下 魏老板说笑了 上海藏龙卧虎 哪轮得到我山本独大呀 给老板 好 好 好 到辞了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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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爹爹 你怎么老是和那个山本在一块 他可是日本人 什么地方的人有什么关系 爸爸是生意人 在我的眼里只有一个字 利 爹地 慢一点 慢一点 这个不对啊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让他们安排了一些菜 这 这不 爹地 这个啊可是我亲手做的 这是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来来来 你先尝一块 好吃吗 还真有点意思 来来来 你坐下坐下坐下 快坐下快坐下 坐下坐下 我给您吹吹背 吹吹背啊 你就再多吃几块红烧肉 好 多吃几块 等等 怎么了 这肉我是不能再吃了 你说吧 有什么事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怎么能这么说 你呀 十四岁那年 给我炒了一盘青菜 结果搭进去了一架钢琴 十六岁那年呢 给我炖了碗汤 结果又搭进去一条 钻石项链 说吧今天想要什么 那 那我就直说了 说 你跟谢家 是不是一直有来往啊 关系还挺好的对吧 那个 我跟谢家的少爷 谢少婷 我们是很好的同学 我 行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你是想说 我是开银行的 不如贷款给谢家 让他们渡过难关对吧 对呀 原来你已经打算好了 我当然打算好了 我不会贷款给谢家一分钱的 爹地 哎呀 孩子 别的爸爸都可以答应你 但是这生意上的事情 你不能下掺和 我还就是让他谢满堂这个老狐狸转不开 我都听说了 你是要帮着唐天一吞掉谢家的沙场是不是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 你说谁是老糊涂 说你 我就说你呢 我就奇怪了 那谢家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他们的事情你怎么这么上心呢 我 反正 谢家的事情就是和我有关系 就算是现在没关系 以后也总是会有关系的 以后能有什么关系 以后 我 我的宝贝女儿 你跟爸爸老老实实说 你是不是看上谢家的那个少爷了 我就看上他了 怎么了 你可是大姑娘了 这个玩笑开不得了 传出去 会闹笑话的 我没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你真的是认真的 谢家的那个少爷 我倒是见过一面 爹地 你见过少廷了 嗯 他一定很优秀对不对 还行 我在一个舞会上见的 还跟他聊了几句 谈吐还不错 而且我发现 他也是一个做生意的料子 那这么说 你是不反对我们了 我为什么要反对啊 问题是 人家喜不喜欢你啊 再说 谢家会不会是看上我们的钱 爹地 你说什么呢 他怎么可能不喜欢我呢 他怎么可能不喜欢我呢 谢谢大家